日本外务省美方表示 以日美军入境24小时内进行新冠检测 据时事通信社报道 日本外务省12月31日公布 收到美方通知 从30日开始 抵达日本的美军相关人员 在入境24小时内将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12月24日证实 美国军方9月3日起 免除所有士兵赴日前新冠筛查义务 理由是他们已经接种完新冠疫苗 东京广播公司电视台25日报道 首相岸田文雄对美方此举极为不悦 下令向美方严正抗议 近期驻日美军冲绳基地、阎国基地、横须贺基地都被爆发生 新冠病毒集体感染事件